大家好,我是黃慧銘,我來自台灣台中縣 我就讀於萊佛寺 Raffles 的 Product Design 在這個產品設計的科目上 學到蠻多知識跟技術上的使用 然後教授們也會在課堂上分享很多 他們自己的工作經驗 讓我們更了解產品設計的實際狀況是怎麼去操作 我覺得當一個產品設計師要非常了解市場需求 看你是做哪方面的產品設計 那著重於客戶的產品需求之外 也需要加入自己一些實用的元素 我的靈感多數來自於可能是 我想要多在設計 可能把這個物件改成其他多功能的東西 讓它更豐富性 或者是或我會利用一些可能 比較是動植物的狀態 來把它改變成不同形狀 讓它看起來外觀更有設計 我最近Project設計是利用一個燈 它是一個小小的燈 但它可以放在你要去爬山啊,登山的拐杖上 或者是你今天是一個肾臟人士需要用到拐杖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它非常方便的攜帶在拐杖上面 然後晚上的時候容易出門 我覺得在這個學校來福士學校學習的時候呢 需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 你不停地在畫圖設計做你的發想 然後再來是做你的樣品 到給教授確認 再不停地更改到最後的最終需求 所以我覺得蠻需要恆心跟毅力的 我覺得即將進這學校的學生 需要準備一些非常大的恆心跟毅力 因為設計這一顆是沒有在休息的 你要不停地發想做樣品 然後再不停地更改到最終的成品 然後再跟教授討論 這都是需要過程和時間的 這都是需要過程和時間的